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派好久不見大家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來給他看一下 咱們的充電骰的BUFF之後有沒有用 好啦我覺得PVP的部分算是初期會再更穩定一點點 簡單的說他初期比較不會因為沒有長好就直接爆掉 通常都是長好嘛然後大家才會去吸小王 然後呢才可以長起來 那現在呢就算我今天少了一點點 我是花一點點錢去吸一下至少那個速度會飛快 尤其是呢我們不管幾星都是最低五星的吸數 雖然在PVP裡面他前期的存活有大大的提升 但是後期呢基本上是完完全全一樣的沒有什麼變 反正我們的星數都很高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超過五星的話他還是就以五星六星七星上去弄 所以他的上限沒有加強而他的下限呢加強了很多 然後最重要的應該是他的易用性啦 主要是他不用再去吸王那麼那麼的麻煩了 要知道充電當時我也是有man了一下子啦 只不過後面覺得有點麻煩還要在那邊寄充電密碼 對現在連充電密碼呢都不用去寄了 都不用去寄了那這個隊伍就像是過熱一樣 你喜歡用什麼隊伍呢其實都有好處啦 只不過就看你習不習慣用跟面對一些 其比較特別的敵人的時候你要怎麼去處理 像這個時候基本上我還是要帶交換啦 如果這個隊伍沒有帶交換的話 用成長雖然說可以長得更好嗎 欸不一定 對啊我覺得還是帶交換好了 如果你今天不帶交換或是說你要帶個流動什麼的 流動啊時間去搞別人的話 這樣子你遇到暗殺的機率要活下去就難了很多 因為畢竟他本身的傷害真的是不夠 而且這樣的話暗殺殺過來只能硬核 硬核的話基本上是活不過現在暗殺這麼兇殘的時代的 這算是過熱月跟充電月的一個死穴吧 再來是為什麼我最近都會用那個日月 因為日月他活下去的絕地我覺得高了沒些些 對這是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還加上那個魔法圖 好啦講著講著我怎麼還是在推日月流 好啦我們這邊就來給他感受一下他現在吸的樣子吧 那我們前面的玩法一樣啦 就是用交換然後跟賭博 賭博骰盡量讓小丑複製賭博 然後讓交換去換到賭博 換到那個狙擊的位置 然後讓希望讓那個地方的星數可以更高 然後再賭出幾個高星月這樣子就好了 玩這個隊伍基本上你的賭博越高等越好 這算是一個值得投資到15等的材質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還沒有滿15等 連我都還沒有滿15 但是我的賭博是有給他上去了 畢竟少一秒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我們現在到第二回合了 我這邊還沒有去稀有那麼一點點的慢 不過很像也沒有關係 光靠充電本身的傷害就夠了 充電傷害一發有到390滴耶 也太痛了吧 我才10等也還沒11等耶 然後攻速的話是來到1.5秒 算是偏慢啦 如果他攻速再快的話 不知道這個骰子到底會強到多麼多麼的離譜 畢竟他也是目前最新一顆的現象級骰子啦 對充電之後很像就沒有再像充電這麼誇張的骰子了 上一顆呢是陰陽嘛對不對 就是一出然後世界就變了 然後再上一顆的話是組合跟月亮 對就是整個世界都是圍繞他們旋轉 那充電的話現在基本上都是 但是我個人是有一點麻煩啦 有一點不是很愛 不是因為他爛只是因為他麻煩 就會看到我很少很少在用充電的 以前比較多啦現在少很多了 好現在到第二回合了我這邊有開心了嗎 我這邊弄出了一個七星月亮 然後旁邊又有一個 我的交換好像太強了直接把怪怪打掉 但是我們在吸一波之後 直接吸到了17等一回合內 而且我們還沒有存錢 好啦主要啦你今天弄出一個高星月亮之後呢 如果你今天有小丑的話 沒有你今天有小丑高星的話 也盡量都去複製月亮 如果你有交換你有那個充電跟月亮可以複製的話 我也是覺得要複製月亮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月亮才是定勝負的嘛 我今天複製七星的充電要做什麼 只不過打得更痛而已 可是呢就打得痛的話 基本上到後面都可以打到非常非常的痛 這個大力呢是已經頂到PVP的天花板了 再頂上去呢除非你真的是很幸運 中間都沒有遇到獅王或轉王才會有機會用到 那與其這樣子那不如用月亮會比較好 月亮的話呢我今天遇到獅王還有機會活下去 雖然遇到轉王都還是靠命啦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轉王的話不管什麼隊伍都是靠命 還是有可能會衰 當然除非你今天是像是用核彈這種不叫不抗轉的隊伍 或是地獄核彈 圓陣 天氣圖啦 天氣圖應該就比較不抗轉啦 稍微啦 可是轉還是真的都是很地獄很現實的一個面向就對了 好啦現在到第三回合了 我們這邊有1700多塊我還在盡量的拉骰啦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直接數月亮旁邊的星數有多少這樣子就夠了 我現在月亮旁邊右邊的那一顆有九星 左邊的這一顆呢有高達也是九星 我總共有18星的充電在吃到七星月亮在打王 已經夠了 那我中間那四星的狙擊位的充電俠要吃嗎 其實也沒必要啦 因為畢竟月亮點滿之後我們的充狙擊位也只是為了打小兵而已 如果未來有哪一個東西可以代替這個東西打小兵的話 其實我們狙擊地圖就可以換掉 因為我個人覺得狙擊地圖有那麼一點點的 嗯...不怎麼實用嗎 對啊其實現在也可以換充壓欸我覺得 然後我地圖就可以解放 我可以換其他地圖是不是會更香 可是這樣就一樣啊 我今天沒有辦法抗魔術...抗暗殺 可是如果我今天用魔法圖的話 我可以勉勉強強再一點點的抗暗殺 好啦好啦之後再說啦 我只是想想而已 也不知道實際上面玩起來怎麼樣 因為現在大致上都這幾個隊伍嘛 那月亮的話一定是必備嘛 那還是12月以上絕對不用想了 好啦那我們現在這個版面 基本上就是已經卡好卡滿了 什麼都不用動了 那我們現在打一下是2975滴 我記得沒錯的話我應該就要給他開心了沒有錯 那可以看到對面的隊伍啦 也是一個有一點點不標準 但是其實這個隊伍呢大力到一個靠杯 就是咱們的守月炮 因為他的大力不是說他很痛很怎樣 而是因為泡泡的關係可以讓他比 大力隊比充電跟過熱還要來得過分 畢竟他可以抗濕又抗轉 抗個兩三次的話我相信一般的充電跟過熱很難活得下去 對因為沒辦法那兩個隊伍真的太難了 這個隊伍一開始就有用過啦 只不過他就是純粹的大力隊 如果前面沒有長好的話會變得有那麼一點點的風險 那如果長好的話呢就完完全全沒有問題了 真的是大力隊的一個極致 所以如果其實要玩大力隊的話我應該玩上面那個隊伍對不對 然後玩過熱 然後玩那個成長不要用營養 我覺得用營養那個版面好危險喔 真的是有一點危險就對了 不過現在想想這家隊伍很像也蠻不錯的 對啊 現在想想要蠻推那個隊伍的 對啊夠大力又可以穩得住 啊我這隊也是大力 可是還是要在那邊充電 欸等一下 怎麼想著想著覺得這隊很像嗨啊 好啦我們這邊開始充電了 可以看到他充電的速度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卡 雖然說是快充沒有錯 但充起來就是卡卡卡卡的 我不知道這種感覺大家充起來怎麼樣啊 我覺得以前雖然慢但是比較順暢 我希望這個東西未來改版之後可以改掉 不然那種卡著卡著充電 很不捐留的感覺你知道嗎 好啦整體而言我覺得還是算變強啊 在初期而言要死的機率更難了啦 尤其是如果我今天拿去PVE的話 我們之後再去看一下 PVE的話在前期通常都會連小怪都吸嘛對不對 這個時候優勢就會高非常非常多 就更有機會把轉王給他打死 不過基本上通常都可以把轉王打死啦 充電充電之後那個傷害真的是高到一個誇張 尤其是前期 對雖然說他是應該是等比上升的沒有錯 只不過他前期上升的幅度 因為怪物可能也沒有那麼痛 所以導致我們升個幾等 就可以直接把前面的王給他秒掉 好啦我現在這個狀況其實長得算蠻慘的 因為我六回合才只有64等而已 正常情況下的話如果我現在等級夠高 我的運氣夠好的話 應該是可以超越當時的回合數了沒有錯 之前的平均大概就一回合10等對不對 現在我覺得應該可以更高那麼一些 當然是初期因為後期還是一樣 除非你位子更好 如果滿期的話 最近有看到一個有人傳給我說他滿七星 然後在12回合的時候對面充電就充到了177等 我說哇靠這個充電效率也高到一個爆炸你知道嗎 好啦那我們現在這邊達到第六回合 基本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剩下的呢就是比大力而已啦 那我們這邊稍微的加速一下唄 好我們這邊用五倍數的方式來看啦 因為畢竟整個畫面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我滿想要看一下對面到底是怎麼發展的 但是那玩法呢應該就跟陰陽是一樣的道理 只不過他就是主要保護那一顆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我就慢慢的成長慢慢的灌上去 然後中間不卡骰都沒有任何問題我就是慢慢打 然後傷害的話就守護而言的話應該是非常非常夠力 而且他還有開特性可以點到15層然後不斷的去保護他 欸對耶其實這個隊伍很像真的有點過分 對啊我之後再來嘗試這個隊伍好了 這個東西很像以大力隊而言有一點點東西 雖然說跟核彈比起來啦可能還是差了一個次元 因為核彈是另外一種次元的可是打起來或許 可以有那麼一點點的撐得住的感覺 或許或許或許沒有玩過還不知道 好啦至少我們之後有東西可以拍了 其實他這次更新之後拍的東西蠻多的啦 但是說實在的我覺得這次更新沒有改變掉這個世界 雖然我之前覺得有可能 但是整體玩下來什麼都沒有 我們的狙擊也是沒有出來 我們的連擊還是一樣躺在地上 我們的壓縮不用想 充電的話就是初期有一點點buff 有一點點不會那麼容易倒而已 僅此而已 那PVE的話該做的雷車還是雷車 衝越劍還是衝越劍 衝越劍血還是衝越劍 量子圖還是量子圖沒有任何的改變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我覺得之後改版可能會再好一點 他對面的狀況現在是一個 六星月配上六星的守護 他現在唯一的危險大概就是 守護沒有辦法弄上去 還有他的月亮沒有點亮而已 只要他的錢夠多 所以說他這一隊是瘋狂的在花錢耶 瘋狂的在噴錢耶 那這一隊的缺陷應該就是怕燃燒了吧 可是他只要一直把錢花光的話 其實也不用怕燃燒啊 對啊 然後把錢花光我當下又可以打怪的話 其實錢還可以啦 好啦之後我們再試試看燃燒啊 最近有人說主燃主燃主燃 有機會活下去 主衝燃 是主衝燃還是主居燃 反正星球是有機會的 我們之後再說 好啦現在到第16回合了 我們這邊很像遇到了很多獅子 我這邊已經到極限了 四星而已 完全活不下去沒有辦法 好啦最後打到了第17回合啦 有點可惜不然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再打下去看 跟對面打到DK到多少 不過這就是現在PVP的生態啦 只要狂暴王出現獅子跟轉王的話 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剩下就是看命 但是對面那個隊伍很像可以戰勝命運 你知道嗎 OK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VP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分享一下 我是PVP 製作為